我是演一個為了容的女生 破了別人對我的固有形象 我現在可能大家看到都是一篇開朗互配的角色 第一次見她演戲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因為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的Anson Lo 她真的很傷心 跟女生有很多互動 這次金蕭大廈二雙魚 我飾演喵喵喵 五位眉是我媽媽 我的角色是小時候被強水毀了用的 特技妝方面其實也是一個很新的嘗試和挑戰 因為每次化妝都可能要化三到五小時 最大的挑戰是 角色的情緒高低起伏很大 因為我以前拍戲很少被人虐待 然後要發難爆哭 要極力反抗 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劇本 又或者處理跟媽媽情感上的東西 因為我跟媽媽可能都是互相很愛對方 但是我們不懂得去表達 或者不懂得如何恰當地去愛人 媽媽的價值觀有點流曲 不知道如何去愛 或者保護一個為了容受了傷的女兒 有一幕她要教訓我 趁我洗澡的時候 就會衝進浴室那裡掌刮我 以及淪摩花灑 排練了十幾次才真的拍攝 當時也很順利 大家都投放一些真的感情 破了別人對我的固有形象 你不可能經常關注自己 只是做某一類的角色 觀眾看也會悶 當時剛好是模特兒轉去組合 當時剛好是模特兒轉去組合 也是一個嘗試 對我來說 雖然我沒有很想做歌手或者女團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 還有也是我理情悲的一個 一進入女團 我的能力就不足 每天都懷疑自己 跳舞真的很差很差 但唯有苦練 但的確那段時間 對跳舞技巧來說 是進步得很快 Candyball的時候 完全追不到進度 可能排了整個月 才能跳到一隻三分鐘的舞 去到第二隻角氣 每一天的步驟都跟到 那時經理人跟我說 我們在吃飯很隨便 她說你的努力 你猜公司看不到 她真的哭了出來 到女團結束之後 沒事做了兩年 接一些工作 可能是回內地拍網劇 自己走過去 都很懷疑人生 很省 吃的住的 都是留在家裡 都很慘 因為你出去上課 全部都要錢 所以都是擠出來的錢 去增值自己 但當時也有 一直學很多東西 有上戲劇課 唱歌課 我記得兩年前 去遠山 去外地 我就跟我的同伴說 如果明年一部劇 出了街 沒有反應 我就算了 一部劇最後還是有些反應 不用轉行 我跟她年初 一起上彭秀偉的戲劇課 那時候已經認識了 上戲劇課是很打開自己 很快沒有了隔膜 大家都見過大家 很瘋狂的一面 所以這次合作 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 可能見教主也是在舞台 電視上 都是很偶像的 第一次見她演戲 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有一次她跟一個同學對戲 是說 那個女生很想分手 但她要力挽狂 在那裡留著她 那一場令我很深刻 因為從來都沒有見過 這樣的Anson Lo 她真的很傷心 很傷心的 跟女生有很多互動 很驚訝到我 我們上課經常做即興 可能在即興裏面 有很多時刻 是自己很集中的 你看不到身邊的東西 只是跟你對手互動 我想這些時刻 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因為你拍攝是要 目中無人 無其他人 然後很投入 很 into 情緒 情節地拍攝 我想這些 世衛對我很大幫助